毒牛羊肉被曝光了 但用瘦肉精添加有毒物质 食用严重可导致死亡 最近公安部侦破 网红食品非法添加 滥用瘦肉精 制售假牛羊肉的刑事案件 530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300余名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 瘦肉精是什么呢 它究竟有什么危害呢 今天我给你们说一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瘦肉精是一类药物的统称 任何能够抑制动物脂肪生成 促进瘦肉生长的物质 都可以称为瘦肉精 也就是说 给猪牛羊吃了瘦肉精之后 能够让瘦肉变得更多 可能有人会说 瘦肉变多了还不好吗 现在大家都不爱吃肥肉了 你别着急 听我说完 瘦肉变多了当然好 但是用瘦肉精变多的 那可就不好了 因为瘦肉精是一种非蛋白质激素 也被称为兴奋器 所以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长期使用会导致心悸 呕吐 头疼 恶心等症状 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疾病 尽管国家对其进行了严格禁止 但仍有养殖户 铤而走险 为了保障咱们自身的食品安全 今天我教你如何判断 买的肉是不是添加了瘦肉精 第一点 看肉皮下是否有肥肉 如果肉皮下只有瘦肉 或者肥肉特别薄 那就不正常了 第二 胃过瘦肉精的瘦肉 外观特别鲜红 肉质疏松 而健康的肉呢 是淡红色的肉质有弹性 然后把肉质疏松